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住在圆明园内的雍正皇帝突然驾崩 这个中年即位在位时间仅有十三年的秦正皇帝给清朝后来的继位者留下了无可估量的政治财富 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话题 民间传闻中雍正是个恶毒阴险 残忍刻薄的超家皇帝 在清廷官方史料里的他则是一位生活勤俭的人均 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间日夜辛勤 改革农业 政治贪官 确实是个干了点实事的皇帝 朝堂上杀伐果决的统治者雍正 毕竟也是个普通人 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 生活中的雍正其实和普通人一样 不是只会工作而不懂享受 著名学者杨启乔在他的著作 《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中提到 和清朝的正史中所描述的不同 清宫里有一件密档 悄无声息地记录下了雍正皇帝私生活的真实样貌 从中我们看到真实的雍正 不仅不像正史记载的那样 生活简朴而不懂享受 反而是一位生活很有格调 充满着文艺范儿的皇帝 清朝官方史料中记载的雍正 崇尚简朴节约 反对奢侈铺张 经常禁止大臣和工匠们 浸现各种华丽精巧的物件 似乎是一个节俭克制 不喜欢享受的皇帝 但这应该只是雍正为了整顿励志 在朝堂中推崇简朴的风气而做出的一种表面上的姿态 养心殿造办处活计清党中 是里面的各项工作记录 从作坊的流水记录册中 我们能够窥见雍正皇帝方方面面的生活侧影 并用这些侧影 拼凑出一个最接近生活真实的雍正 在这份活计清党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生活中非常讲究 对生活用品以及起居用品精益求精 甚至挑剔的雍正 比如说在穿着上 他在命造办处制造刨斧前 必须要提前仔细叮嘱工匠 雍正9年3月28日 活计清党 记录下了雍正对服饰制作款式的详细要求 你们按照朕的指示 先把黑地服匠色地帐之源 金龙五彩云蟒袍的样式 画成画样给朕看看 上面不用画水纹样 不要画得像大蟒袍的样式 也不要画得像寸蟒装断的花样 又如 在雍正年间 象牙制品的工艺已非常娴熟 一种用象牙制成的粮席非常珍贵 被官员们用来贡献朝廷 雍正曾下过一道 称他不喜欢象牙制品的御令 象牙席金则献者日多 大非振意 到了雍正12年4月 他甚至下过禁止象牙席的御制 但在活迹清党中 很早便有了雍正爱用象牙用具的记录 比如大臣年庚瑶 曾经镜像过四根象牙 之后雍正还命工匠制作过象牙席 此外还在圆明远 让人按照象牙席的尺寸 新做了一张黑漆床 配色十分的和谐典雅 雍正在生活用品上极其讲究 甚至对奏折和封套的样式都非常在意 《活迹清党》中记载 雍正七年正月 曾有雍正身边服饰的太监 奉旨拿着一套黄陵封套来到造版处 让匠人们照着款式 做四件同样的出来 雍正还要求成功的封套都要特制 每次只做几个 下次再做的时候 还要先教出画样来给他过目 雍正在生活用品上的讲究程度 真是事无巨细 除了在生活用品上的讲究 也许是满人游烈的传统 入主中原后 也保持着对自然的眷恋 圆明园是清朝著名的皇家园林 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 圆明园的设计和经营 都离不了雍正 当时的圆明园 风光明媚 四季宜人 一步一景 十步一画 充分地展现了设计者的不凡品位 而雍正在偶尔不处理公务的闲暇时间里 很喜欢在圆明园里寻找一处美景 独自坐着欣赏 为了自己的这项爱好 雍正命将人们 在他时常独处的地方 安装了一件胡同钟 在他有需要的时候 只要打一下钟 时刻待命的侍从们 就会及时地出现在面前 除了胡同钟外 当时还有一件新鲜物件 一件最适合用来欣赏美景的潮流物件 装了胡同钟不久 雍正就又下了一道旨意 命造办处寻写好的千里眼 送到圆明园来 在他的受益下 这种当时被叫做千里眼的望远镜 被分别放在瀑布 一号防暴煞 以及蓬莱州的刘碑亭等地方 方便他不论在圆明园的哪一个美景处 都能随时随地地拿起千里眼 欣赏圆林景色 其中的意趣和惬意 按北京话来说 就俩字 讲究 登基后的雍正 日夜忙于朝堂政务 他白天要听证 接见递了牌子的大臣 和心腹们一起商议朝堂大事 到了晚上 还要批阅奏折 以及来自各方的机密报告 在位十三年 雍正最少亲自批阅过两万多本奏折 处理的部本通本高达十九万多件 工作强度之大令人责舍 可以说是日夜辛劳 尽管公务繁忙 雍正皇帝还是能充分地利用 自己的闲暇时间作乐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夷亲王送交给了雍正几方才智不同 雕刻着精美图案的图书印章 雍正把玩后 觉得印章上的雕刻 有几处不合自己的心意 便下令交给了造办处的工匠们修改 还在旨意中详细地提出了 自己的修改要求 雍正提出 白玉的那方印章上 万己余侠的字要磨平 把谭香木印章上的敬天晴云的字样 托坐在白玉印章上 能做出如此详细的修改意见 说明雍正除了在赏完这些器物时非常用心之外 还很有一套自己的审美标准 而且这还是雍正元年的记录 刚刚登基的雍正 已不是那个住在圆明园里的贤散雍亲王 此时的雍正 是个迫切需要肃清政敌 整治官员的新任皇帝 此刻正是雍正在政治生涯中 所面临的最紧张的危机关头 然而 在这世依旧有如此的闲情雅致 除了让人佩服他的精力充沛之外 至少说明了好情志风雅 是雍正身上抹不掉的性格底色 这是一场接力 一场关于文明的接力 一个眼神达成你我之间的默契 三眼疗愈最能抚慰原心 一个细节成为美景最好的滤镜 一次等待让城市的冷意升温 伸出双手传递爱心的力量 这是一场接力 一场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接力 文明接力 您准备好了吗 作为清朝历史的一场 历史上有名的工作狂 雍正不仅在朝堂政务上势必攻心 在自己的生活方面 估计和造办处也是常常打交道 根据活迹清荡的记载 他担任着养心殿造办处 很多活迹的设设计师 很多活迹的设计师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 造办处奉旨制作一个官公的雕像 工匠们接到任务之后 先做了一个辣样 呈给皇上看 雍正 认真地看了辣样 觉得官公的脸做得不好 身上其他处有许多的瑕疵 于是他便开始亲自指导 雍正先是指出 官公的脸太低了 不够英雾 应该稍微扬起来些 官公的腿也设计得粗了 应该再收细一些 还有官公宝马的马踪 风貌些 才能显出宝马的英姿嘛 同时他还觉得 雕塑身上的盔甲不好 等等等等 造办处的工匠们 按照雍正的指示 一一照做 结果雍正看了改后的辣样 仍旧不满意 又让工匠们修改了许多细节 就这样反反复复地 打回去修改了一个多月 雍正才终于满意 批了句 甚好准造 内务府 是清朝宫廷独创出来的 宫廷内部官署 在清廷里的地位非常重要 养心殿造办处 则是其中专门负责器具制造的部门 包含的业务范围也十分广泛 雍正对于造办处的事务 一直都很重视 他刚登机的时候 就派出了自己最信任的 十三弟允祥 去整顿造办处 并且亲自制定了 造办处的新法规 为了解决造办处 容易冒销材料的问题 还另外设立了专门的库房 除了这些以外 在养心殿造办处活计清单中 也经常可以见到雍正详细的指示 工匠们修改器物的记录 诸如往细处收拾 花文往精细理作 就是雍正常用的批语 这些批语 透露着雍正对于器物的审美不俗 可以说雍正的艺术眼光非常严格 只有样品做得让他满意了 他才会允许工匠们正式制作 不过雍正对于艺术品的要求 虽然很严格 倒也是赏罚分明 雍正奖赏出色的匠人的时候 非常慷慨 在活计清单的记载中 有一回 造办处新作了一对发廊的鼻烟壶 雍正看了之后非常喜爱 他拿在手里仔细地把玩了一会儿后 觉得越看越满意 就问内务府的总管 这对鼻烟壶是哪个画家画的 又是哪个匠人烧的 总管如实地回答了 心头上的雍正听完之后大手一挥 赏了这两位画家和匠人 每人二十两银子 就连参与制作的其他几名杂役 也都得到了十两银子的赏赐 要知道 当时在宫里当差的匠人们 一个月的工资 也只有二两银子而已 雍正对待让他满意的匠人 都非常慷慨 而对那些没有做好活计的匠人 雍正除了不厌其烦地批示他们修改以外 往往也没有什么惩罚 这一点与做不好 就罚匠人俸禄的乾隆皇帝相比 雍正在这方面算是宽大仁慈了 雍正对于身边的器物用品 无论大小物件 基本一点不肯含糊 比如有一回 造办处拿了四张鞋带的纸样 来给雍正看 因为只是简单的鞋带 内务府的画像们 在做纸样的时候就没有非常仔细 谁知道一向严格的雍正 看完所有的纸样后 果然发现了问题 雍正这个人向来喜欢精巧 而带有艺术性的物件 这四张敷衍的鞋带纸样 让他很不满意 即使只是小小的鞋带 也得精心设计 生气的雍正立刻下旨 造办处修改鞋带的纸样 而且这一回 他直接批复给了内务部的总管海望 雍正皇帝在批阅中是这么写的 此四张鞋带样皆不如意 聚焦给海望 说他 做二副带子 只要好 若不如意 真不易 几句批语 微言之中又透着一丝幽默 总管海望看了不敢怠慢 加紧赶工啊 最终做出了让雍正满意的鞋带 作为造办处设计师的雍正 除了在制作上要求严格 而且追求精致外 也很擅长物尽其用 经常会别有情调的指示匠人们通过改造 将原本不起眼的工艺品便废为宝 比如 他嫌一件寿山时罗汉雕像旁边的狮子 雕得不好 就下指将这个物件搬去造办处改造 把狮子改造成他喜欢的养狗 有一回 雍正觉得室内放着的一件雕竹相同没有特色 但放着不用又有点浪费 便拆人拿去造办处改造 对于怎么改造 雍正也有了自己不一样的想法 相同的形状细长 但又很结实 刚好可以改造成衣架杆 放着挂笔筒用 或者按到衣杆帽架上 也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此外 雍正还用弹鱼改造过大棋盘 雍正喜欢下棋 有一年 他收到了两件象牙的镀金弹鱼 觉得上面象牙的尺寸 用来做棋盒 似乎更能物尽其用 经过一番琢磨之后 雍正命人将弹鱼上的镀金李子 拆下来 另外配了一件紫檀木 去做新檀鱼 而将原本的象牙檀鱼 合在一起 改造成为了配色 文雅肃静的大棋盘 一下子多了两件衬心的宝贝 雍正觉得自己心里舒坦极了 雍正喜欢改造东西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比如说 比如说拿鼻烟壶 改造成水城的 将玉玺 磨了字 做成了镇纸 零零总总 如果不当皇帝 看起来却像是个喜欢动脑子的精细工匠 除了对工艺品的设计方面 有点细节控制外 雍正也喜欢收藏各种工艺品 其中的最爱 估计得算是 眼镜了 眼镜本身算不得玩赏物 但雍正却爱眼镜入迷 收藏的眼镜数以百计 简直称得上是眼镜方面的专家 当时的眼镜度数按年龄来分 而雍正却精细到 让工匠按照十二时辰 来制作每个时辰 所对应的眼镜 雍正每天都有大量的奏折 需要批阅 非常依赖眼镜 而且他不光自己用 还经常拿眼镜来赏赐大臣 有一年 雍正将自己用过的一副眼镜 赏赐给了当时的总兵 姬曾云 后来他还在折子里问对方 朕刺你的眼镜 戴着可还合眼呢 要不合眼告诉朕 朕再给你换一副 当时的姬曾云已经六十多岁了 眼早就滑了 可这个眼镜确实有点 不太合眼 不过姬曾云又觉得有点为难 这副眼镜可是皇上遇刺 你能说这副眼镜不好 您再给我换副好的 皇上这么说了 他姬曾云也不敢应啊 只好谎称 眼镜很合适 皇上 您给的度数可真准 雍正听了 觉得他岁数这么大了 视力还挺好 还挺为他高兴 雍正喜欢收藏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爱好非常广泛 除了对他来说实用性很强的眼镜之外 活迹清荡中 还有许多雍正下令定做千里眼 也就是望远镜的记录 有茶精 墨精 水精等不同材质的镜片 所用的材料都十分不凡 这些千里眼 除了雍正自己赏完使用之外 还会暂时拿给出征的军队使用 或者当作赏赐 奖赏给受宠的大臣 这种小小的鼻烟糊 也是雍正的心爱之物 这个小物件 起初是从异域传过来的 所谓的鼻烟 就是把烟草碾成粉末 加上香料发酵 最后再装进做工精致的小壶里 使用的时候用佩戴的小烟石挑一点出来 再从鼻孔里吸入 鼻烟糊有着烟草和艺术欣赏这两大功能 在当时的权贵们中间风靡一时 雍正就极其喜爱鼻烟糊 他在继位后不久 就下过旨 让内务府里的人 清点康熙留下来的鼻烟糊 再一一送到他的眼前让他过目 在众多色彩多样 工艺考究的鼻烟糊中 雍正要是看中了哪一个 就单独地把它挑选出来 让造办处的工匠们照着款式 做个一模一样的出来 用来给自己收藏把玩 雍正为了收藏珍宝 还专门在宫中置办了一种宝贝格 这个宝贝格是雍正亲自设计的 用来陈列各种奇珍异宝 能进宝贝格的宝贝 首先必须要年代久远 其次在质量和艺术性上 都得是上乘精选 宝贝格里的陈列品 还要时常进行更换 并且珍宝的摆放位置 和色彩形状搭配 也都非常讲究 雍正的爱好除了艺术品之外 有些还挺新潮 比如有时他会在宫里戴假发 装扮成洋人的样子 让宫廷画师给他画像 这幅画像至今还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 除此之外 在雍正驾崩的二十天前 活迹清荡中 还有他戴洋人胡子的记录 扮洋人 戴洋人胡子 一般人很难想到 正史之外的雍正皇帝 竟然玩心还这么大 不仅如此啊 在活迹清荡的记录里 还有雍正多次命人 给他造小玩具的记录 雍正六年 造办处奉命 为雍正皇帝制作自行虎 这是一种上了发条 能走动的小玩具 颇受雍正的喜爱 比如说 这种 很多长辈都不陌生吧 这是很多人 儿时都玩过的 发条玩具 每当四五十岁的雍正 处理奏折 觉得疲倦了的时候 拿起一旁的玩具 拧上几圈发条 看他咯哒咯哒 在桌子上跑几回 也许倦意会少了许多吧 除了自行虎以外 更为精巧的一些玩具 比如说 肚子里装着风琴的玩具鼓 能够演奏整套乐曲的 陈设平式自鸣鼓等等 而且在处理政务之余 雍正还要抽出时间 亲自指导玩具的设计和制造 这玩意 确实不是一般的大呀 除了小玩具外 雍正皇帝对于小鸟小狗一类的小动物 也特别钟爱 他曾经分别为鞍鸟 鹦鹉 白喜鹊等鸟 制作过精致的笼子 可以想见 雍正皇帝在后宫里 时不时站在鸟笼下面斗鸟的场景 曾经有一年 外地官员向宫里进贡过一只 哲尔德小狗 小狗憨态可居 雍正看了非常喜欢 还专门召来了宫内画家郎士宁 来给小狗画像 根据档案记载 雍正对这只哲尔德小狗 给予了不一般的厚爱 不但下指给狗做的狗窝 要罩着毯子 下面还要铺垫上厚厚的羊皮 而且小狗身上穿的套头衣服 必须是丝制的 还得要软离子 造办处奉旨做好以后 雍正还嫌套头衣服太大太硬 下令重做 在活计清荡的记录中 给小狗做衣服的指令 有七条之多 做笼子的指令也有五条 对小狗的用具 雍正亲自设计把关 这种宠爱 后宫之中 恐怕也只有这一份了 这条哲尔德小狗 在雍正身边养了十多年 对于政务繁忙的雍正皇帝来说 小狗见到他的时间 比后宫中的一些妃子还要多 朝堂上沙法果决 被民间诟病为超家皇帝的雍正 私下里却和胡同大爷的爱好 几乎没有两样 提到雍正的文艺审美 不得不说雍正年间的发狼 雍正喜欢发狼 也很喜欢拿发狼奖赏臣子 雍正二年二月 年庚瑶等将领 被雍正赏赏了两只发狼管双眼灵和十只单眼灵 当时的发狼可是个稀罕物 年庚瑶收到赏赐后爱不释手 非常喜欢 甚至在谢恩的折子中还大着胆子 请求雍正再赏给他一两个发狼的物件 他在折子中写道 以满臣之贪念 臣无认损黄之之 这封折子递上来之后 雍正看了不仅不生气 还在回复中写道 发狼之物尚未辖精致 将来必造可观 今将现有数件赐你 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 一件也不给 你得此数件 皆此一字之利也 这篇回复有趣有诙谐 不仅没有伤年更咬的面子 还显示出了君臣之间的亲密 此外 这个时候雍正的心里 已经有了主意 决心要改良发狼了 雍正本人非常喜爱瓷器 而且尤其钟爱宋慈 因为在历朝历代的瓷器中 宋代的瓷器是最素雅 最有文人气息的 这和雍正的审美偏好非常一致 因此雍正在位期间 曾经多次命造办处 仿造宋慈的样式来烧制瓷器 雍正朝的瓷器 是清代瓷器中的精品 除了仿制宋代五大名谣的瓷器外 其中最受称道的是青花瓷和发狼彩 在雍正朝之前 发狼的颜料基本都需要从西洋进口 但西洋运来的发狼颜料数量稀少不说 在色彩上也十分单一 根本就无法满足雍正对于彩词的审美要求 喜爱发狼制品的雍正 便下定了决心要解决发狼的颜料问题 于是在他登基后 就将这件重要的事 交给了他的十三弟 宜亲王负责 在宜亲王的亲自操办下 经过两人以及清朝的将人们的不懈努力 终于在雍正六年 清朝成功地研制出了自产的发狼彩颜料 而且包含的色彩十分丰富 有十二种西洋颜料没有的色彩 雍正得之后大喜过望 并且重重赏赐了参与研制这次发狼彩的工匠 此后雍正在瓷器的设计方面 简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其中发狼彩的瓷器和鼻烟壶都是他的最爱 国际清党中多次记载了他亲自参与 进发狼彩瓷和鼻烟壶的设计制作全过程 根据档案的记载 雍正对不符合他心意的发狼彩瓷 会下指禁止工匠们宰烧同样的纹样 比如造办处曾烧制过一批藤螺花的瓷元盘 但成品并不好看 同一批烧出的百叠碗上的花纹也有一些问题 看过之后对瓷器不满意的雍正下令造办处 以后画发狼时不要再画藤螺花的花样 此外如果某一批的发狼彩烧制得非常出色 雍正也会毫不吝啬地赏赐画匠和烧造人 正务繁忙的雍正皇帝 对发狼彩瓷的制作关心到了如此的程度 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他个人享乐的范围 而是将发狼彩瓷作为他再认识的一项事业来推动了 先骑下自行车 再半步海滩 最后露营 performance 发狂 文明女游 有你有我 在古代每到农耕时节 皇帝们都喜欢亲自体验下耕枝 以鼓励农丧 还会安排绘制一套耕枝图图册 其内容从进种到收获的全部过程 借以劝客农丧 早在秦康熙35年的时候 为了迎接设计祭祀大典做准备 比较重视农丧的康熙皇帝 曾下令绘制过耕枝图 还亲自提续给每幅画都制诗一章 康熙版的耕枝图绘制成功后 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印针 也给康熙帝进献了一套耕枝图 在这套耕枝图上 画面的内容几乎和原版相同 但是画上多出了两幅新的面孔 让康熙觉得惊喜又新奇 这庚织图上的新面孔不是别人 正是他那个当时看起来十分显散的黄色紫 印针和他的敌福晋 雍正喜欢画像 这是早在他还是雍亲王印针的时候 就已经养成了的爱好 当时雍亲王印针经常请宫里的画师 来给自己和福晋画像 这些画像在风格上跟后来的雍正行乐图相似 都不是正襟危坐的那种皇家脸谱 而是有情节有意境的生活记录和想象 雍亲王时期流传下来 最著名的画作是十二美人图 不过虽然名称如此 实际上画中的十二位美人都是同一个人 就是印针的迪福晋 后来的皇后乌拉纳拉氏 在这些画中 乌拉纳拉氏总是穿着精致的汉族服饰 姿态非常的优雅显静 身边装饰物也基本都是竹 菊 河之类的 有着高雅寓意的植物 其中的好几幅画作的背景里 还有印针亲笔写的书法卷轴 上面的内容一般是 字连幽举纱窗下 不与群芳成也姿 或者当年颂誉杯秋意 何似今朝归私人 这样的表面讲述女儿酬情 但实际上却暗藏着怀才不遇 壮志难愁之感的诗句 但雍亲王却非常聪明地 将这些诗句和自己妻子的画像放在一起 让别人即使看出了什么 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去诟病他 雍亲王时期 印针也给自己留下了不少画像 他在角色扮演方面的爱好 在这时其实已经显露出来了 这一时期 印针的画像中最有名的就是庚之图了 在这一套图中 和农民们打成一片的雍亲王 让康熙皇帝不胜惊喜 甚至还亲自到印针居住的圆明园里 观看被他改造过的 室外桃源的景象 在清朝的皇帝中间 要说啊 谁能凭借一组图 在几百年后的今天翻红 估计非雍正莫属了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雍正的这套表情包 2014年 一组雍正卖蒙的动图 恒通出世 在网络中迅速流传 这组动图来自古工博物院 工作人员以古画雍正行乐图为基础 使用现代的数码技术 使其变成了动态的图片 让人有种时空错觉 三百多年前的雍正皇帝 似乎动人起来 雍正行乐图里的雍正皇帝 与画里的山河景物融为一体 闲情义趣 甚至还带着几分可爱 这风格 无论是画上涌斗猛虎 还是树下独座弹琴 充满了悠然 寄情于山水的甜淡 似乎都和那位养心殿里 秦正的雍正皇帝的形象 相差甚远 其实这些动图中所表达的内容 也许最能表现 这个皇帝内心真实的一面 并且按照今天的话来说 这位雍正得算得上 是现代cosplay的B组 在这套雍正行乐图中 雍正皇帝化身成为了各种身份 有弹琴的高士 有承察的新人 有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 还有独调寒江雪的老渔翁等 雍正皇帝自由地在这些画像中享乐 和画中的景象融为一体 而现实中的雍正是一国之主 掌握着全天下的土地和财富 却被繁忙的政物 困在小小的紫禁城中 雍正在位十三年 都没有出过北京城一步 他云有享乐的愿望 只能在画像中实现 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里 虽然他的私生活 和正史记载的情况有出入 并不像正史中描述的那样简朴解约 但雍正作为一名皇帝 也确实勤勤恳恳 而政务上劳心劳力的雍正皇帝 在朝堂之外 还是一个不忘忙里偷闲 爱好生活的文艺玩家 从作为雍亲王住在圆明园的时期起 雍正的内心深处 就一直保持着一种传统文人的 出世和归隐的情节 从他登基开始 就一直饱受非议 民间流传着有关他的凶残无情的谣言 但雍正从登基到去世 短短十三年里 却把从康熙手中接过的清王朝 变得焕然一新 在小小的养心殿中 如同一个巨大的囚龙 他在其中设计了 花样百出的享乐方法 但在紫禁城之外 他寄情山水的出世愿望 却只能通过画家的笔尖 寄托于画中 时隔数百年之后 让我们再次看到一位 秦政皇帝的内心世界 对生活积极的热爱 以及让他内心快乐的 各种奇思妙想